投資長今天太誇張了 今天直播人數飆到超過6000多人了 這個數字我完全不敢看啦 有哪個分析師像我們直播人數這麼多 今天官司點閱率可能幾十萬上下 真的不誇張 來 真的而且你的標題更誇張更嚇人 今天台股大跌了439點 你一口氣獲利出清了10檔股票 是因為台股要崩盤了嗎 那我們的台積電已經大賺了181元也是出掉了 還有我們的金財是獲利33%也出掉了 還有永信健是獲利13%出掉了 中華市獲利25%也出掉了 還有新日新是獲利17%也都出掉了 哇投資長你一口氣出了這麼多股票 真的是因為台股要崩盤了嗎 今天直播人數好誇張喔 我已經預告5000人 結果今天則不是來到6000多人 6000多少人一定要見證齊齊 因為你不會看到比哲哲更紅的分析師 其實我說的這句話 如果你在股票市場中 你不認識哲哲 你一定是股市菜鳥 那接下來的行情是不是直接崩盤呢 如果再下去4000點 再彈上去4000點 那不就8000點的行情 8000點的行情怎麼掌握 還有為什麼出掉這些股票 很多人說運價不是上漲 那哲哲你有沒有出掉那些海運股呢 為什麼我們要出進呢 所有的標股介紹通常在今天的動畫圖間 你們一定要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6月24號 台股下跌439點 收在22813點 上週五美股四五日讓科技股回檔 回答未能坐穩市值王的寶座 退居第三 美股三大指數收黑 台股今年開盤失守了23000 全值股回檔指數下探至22813點 台積電鴻海聯發科廣達街回測五日線 金融傳產也走跌 現在到底是漲多的拉回還是泡沫來臨 後續盤勢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舞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一樣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頭長好 Coco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投資長今天跌破23000了啦 但是我看PT網友 一切的一切預告在前面 沒錯 而且很多網友都在說 上週把離職單遞出去之後 都想拿回來快快上班了啦 好啦我只是開個小玩笑 但重點是 您在上個禮... 我上禮拜不是有開玩笑嗎 我說我認識很多公司的 真的有人開始遞離職單 這是真的 連我們摩爾都有 我只是不想講誰而已 就是他有暗示我最近賺很多啦 可是我都沒關係 我都覺得其實股市看很殘久 我常常用我的例子啊 者子在股票市場也賺很多錢啊 可是者子都沒有離職啊 沒有啊 是啊 所以你看你怎麼想而已 看你怎麼想而已 股市是比的是殘久 跟做人一樣是比的是殘久 所以有時候離職單 你不必那麼快把它遞出去知道嗎 你要多看者子的節目就知道 不要遞離職單了好不好 好戲在後頭 現在要點下去怎麼辦 沒關係 畫面先交給你來講一下 好的 那重點是呢 投資長在上個禮拜五呢 就告訴我們台股的股價淨值比 來到了2.6倍 所以台股會開始陣仗 果然今天就回檔了超過400點 而且呢 聽說投資長您今天有趁機 獲利出清一些股票哦 像我們台積電已經大賺了181元出掉了 還有呢 金財是獲利33%出掉了 中華是獲利25%也出掉了 星星是獲利17%也出掉了哦 永信劍是獲利13%出掉了 嘴巴黏得好酸哦 太多股票都獲利出掉了 但呢投資長我想問你啊 您開始呢把一些獲利的股票都賣出了 是不是代表台股有大事要發生了嗎 說老實話當然有大事要發生了 什麼大事 說老實話這其實都有預估好不好 但慢慢來講我也到來 我也到來 你有沒有覺得很恐怖的就是一個分析師 就是要出書了 然後告訴你這個台灣50不要像我一樣 手癢賺一千多萬就走了 要放一輩子了 對 就連我自己出掉台灣50 我都說你其實你可以放很久了 有 可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在節目上公開呼籲說 你可以出掉了 你不相信對不對 你不相信沒關係來看一下 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台灣股市前幾天是不是上兩萬三 是 沒有錯吧最高23406 對 6月20號 如果有個分析師在6月19號 告訴你台灣股市有點過熱了 然後那你隔天可以賣在歷史最高點 你有沒有覺得這好吃很好 好好喔 這是6月20號沒錯吧 沒錯 你們拿眼鏡看一下看清楚 6月20號23406點 然後告訴你說台灣50也可以走掉了 可以至少出一半了 從來沒叫你們要出了說要放一輩子 有沒有看到 對啊 是不是6月20號189.75對不對 是 是 是0050 006208 可以賣在110元 如果有個分析師告訴你 006208賣可以賣在110元 然後0050 可以賣在189元 台灣股市在這邊你要開始做空 警訊了 你開始要保守了 這一波全部都是我在做多的 這一波很多空頭老師到最後 反而在這邊開始翻多了 我跟他們完全相反 這就是掌握節重性的重要性 這就是我跟別人最大的差別 我天生就適合股票市場 嗯 而且這一波是溢價來到20幾%以後 算16年新高 華爾街的資金 已經拉不動台積電了 重點是之前我預告華爾街的資金 會拉台積電ADR 有 那台積電ADR 帶動台積電 可是帶動的過程中 溢價也是拉高嗎 拉高了 台積電也拉高了 然後帶動台股 這些恐怖的聯想力 華爾街 我對華爾街的聯想力去影響到台股 全台灣只有我一位 對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6月20號沒錯吧 沒錯 6月20號是台灣股市見高點 所以我們看前一天我怎麼說的 好 來喔你會起雞皮疙瘩喔 好不好 真的會起我相信我 來 等一下喔 真的會起好不好 嗯 一定會起喔好不好 來 來 欸是這邊嗎 是不是 19號嗎 這邊 這邊 來 第一個我先給你結論喔 你看欸 有分析師都直接給你結論的 不會喔 看我 每一次我講結論真的像我 還有人說我指著講講講不清楚 他怎麼會 你找不到像我我這麼尷尬的分析師 你看一堆網紅啊 跟你講一堆總體經濟數據啊 多也講空也講啊 對 就是不敢考分析師 就是不敢跟你講台灣股市怎麼走 對 不敢 我直接告訴你啊 為什麼因為我是時尚派 我更不怕 面對 面對玩友們的壓力 跟我自己爭槍實彈 那幾千萬三億以上資金去壓賭注 那壓力實在是 piece of cake I don't care 來 我先給你結論沒錯 有 1000元是最後台灣命波 來看一下喔 來看一下這是什麼時候 6月19號沒錯吧 19號 來喔 6月20號在這邊嘛 高點前一天 沒錯吧 沒錯 所以隔天就6月20號 你聽我節目隔天去賣嘛 嗯 可以賣180的台灣50跟006208 110元嘛 嗯 跟鴻海210幾元 你覺得前幾天鴻海210幾元 他人罵我 還有人罵 對 是不是啊沒錯啊 有人留言啊 我們就把他封殺啦 嗯 然後我就說 那你現在是不是要謝謝我 是啊 我說鴻海200元 是高點是不是講了半年 等等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6月19號好不好 好 這6月19號沒錯吧 對 預告喔很恐怖喔 我從來沒叫你要賣台灣50的 從來沒有 來來 認識我投資朋友知道從來沒有 對 6月19號沒錯吧 沒錯 然後點閱率大概 那個18萬 恐怖吧 恐怖 這只是字幕版而已喔 還有加直播版可能是快30萬喔 來 先跟你結論 聽清楚喔 6月19號 好 台灣股市隔天來到歷史最高點 來 321 先跟你結論 先結論 來 台積電1000元 鴻海200元 200元達到了嗎 達到了 台灣股市2萬3嘛對不對 有 3個2個 初步的警訊為針對前支股 警訊有了 這個時候你台灣股市要出掉一半 嗯 欸 蛇蛇不是都叫你報殘捲嗎 除了一半是說你可以可能會考慮做價差 你看 這我認同 來 台灣股市叫你要報殘399 這樣第一次告訴你說 欸 這邊可能有價差可以賺 對 哇 真的誇張欸 你誇張 這就是我盤感 來那什麼三大預告 後來我就做成字卡嘛 有 來來來來 6月19號就跟你講了 來幫我唸一下 好 好 下列三件事情成立 注意台股會回答 第一個 第一個 台股上2萬3 有沒有 有 第二個 紅海上200元 有 第三個 台積電上1000 或者是跌破950元 這邊有沒有 欸 你看跌破950元台積電收最低 對 你跟我講到底多少人看我節目 哇 我跟你講一件事啦 每個老師都說自己有影響力 我有沒有影響力你自己知道 有 跌破950像瘋子一樣有沒有看到 真的欸 一路跌 來 950一跌破有沒有看到 就殺下去有沒有看到 沒有錯吧 沒錯 你們看950 你們看 超級950為什麼 全世界都知道郭子龍說跌破950就不行了 沒錯 其實我告訴你啊 我要不是在想 我要不是人太好 我真的人太好 我要被會員列 走 你每次都講得清楚 加入會員怎麼辦 加入會員很好啊 今天賣一堆股票 是 他們覺得我不要對粉絲這麼好 要把粉絲跟會員 自家人跟粉絲還是要分一下 有獎錢給我的 這到底講得清楚 因為我也講得過啦 我說台積電981很便宜喔 可是我告訴你 1000元我一定要出 可是我有沒有說過 1000元很 很 說不定打不到 打不到 為什麼打不到 因為大家都在看就知道了 心裡就先賣一下 是 這次節目動輒二三十萬人看 你覺得裡面沒有一元 十億元幾十億元大戶嗎 有 每個人賣個幾千萬幾億 我跟你講台積電 沒有被我賣下來 所以你要找一個呼風歡迎的分析師 找找全台灣最紅的 全台灣最紅 我跟你講 我紅是因為我敢預告要準 如果敢預告不準 你也是不看我節目 對 沒有錯吧 沒錯 你看950是殺下去 所以我說過 這一次我講出來的話 防了那台積電可能不會上1000元 可是我不在乎 因為我要讓你起雞皮疙瘩 讓你知道我跟別人差別 上不去沒關係 下來跌破950元 照走 少賺個二三十元 我照賺很多 為什麼 你看清楚 好 台積電怎麼樣 這是普通會員簡訊 我特別會員 清代會員很多都提早賣了 我上禮拜就暗示你了 來幫我練出來給我聽 好 6月24號禮拜一 今天的簡訊 請賣出2330台積電 950元附近都可以賣出 我們買進到現在 最多每張以及大賺18.1萬元 十張是181萬 是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而且我跟你講 我還沒有算什麼400元 那些都已經出掉了 就算我今天出一堆股票 有性建設啦 今天縮寫賺多少 13% 其實我之前還算20幾% 我今天出掉10單股票以上 然後就有同業啊 又要網路上攻擊我 哇 哲哲會員十幾檔股票 哇 買一堆股票 你有沒有搞清楚啊 你知道我會員人數是全台灣最多 你隨便找一個老師 可以跟我PK 我跟他賭1000萬賭1億都可以啊 對 我會員人數會費收入就是全台灣低啊 那我問你一件事啊 難道我永遠都是那無檔股票嗎 沒有 我會員會說告訴你無檔股票 無檔所中 可是問題是你不能第一批到第二批 還是同一檔股票啊 不會 所以一定有一些出入 那有出入的過程中 股票會變多一點點 這很正常吧 嗯 可是我已經算是很少操作的分析師了 我不是每天要買喔 因為你看我昨天 上禮拜跟他道歉 我說我都沒操作 好 你幫我練一下 好 6月21號禮拜五 大家好 我們這幾天還沒有操作 沒有進場 要就是出場而已 我沒有進場 因為很多新會員覺得 投資產怎麼會沒有操作呢 因為假如會錢給我是要來操作 來賺錢的嘛 來 因為目前有初步過熱跡象 來再檢視因為怎樣 目前有初步過熱跡象 然後1點41 再發一次提個心理 然後3點是不是就怎麼樣 這怎麼樣了 柴子祺就跌了 對 500點 來繼續講 我看台股會回檔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我會幫所有會員朋友 通通延長會期 原則上呢 我們有多久沒操作 就會幫大家延長多少會期 可能是一週也可能是半個月 我希望在有信心的時候再進場 因為想要給大家一買就噴 一買就飆 一買就賺個 30-50%以上 30-50%以上 這個是螢幕關係折住了 對 一買就賺個30-50% 也請大家近代再進場的訊息 好恐怖喔 很棒啊 出不過了 欸 你要搞清楚喔 我這一波完全抓到 等一下我再看直播人數 我猜現在應該3000人以上 我先等一下 因為我還沒有時間看 我先跟大家CPI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6月12號現轉折 你看很恐怖喔 6月19號告訴你過熱 6月12號告訴你會上22,200 對 有沒有 沒錯吧 6月12號這沒錯 這6月12號 你看這一波很恐怖耶 21000多 我告訴你會拉上去 拉到24006點 我告訴你過熱了 是 天啊 車車你幹嘛當分析師 被一些酸民樓令耶 對啊 我是因為我知道愛我的人更多 沒有關係 你看喔 縮轉折抓到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 我都不怕跟人家PK 我對我自己充滿了無敵自信 我的自信來自於我天生適合股票市場 我的自信來自於我無時無刻 每一秒每一分鐘都在想著你 想著各位的股票 對 我做給你看 好不好 從沒有我們來看一下直播人數 今天應該已經3000多了啦 好不好 看一下今天外資賣450億 我猜啦我不知道啦 我猜應該要3400以上了啦 直播人數啦 今天有可能5000 43 馬上 太快了 那應該有機會5000萬人 有機會喔 好恐怖喔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賣股票 因為已經5000人了啦 對 你不要去對不對 直播人數 這個速度比強中快喔 奇蹟逼疙瘩 我剛剛網友跟妳講 5000人暗號來了喔 暗號什麼來喔 不管喔 誰叫有些人每天沒有看我節目 你回去自己看我之前節目 來 今天文章沒做法 這個是TG TG跟Live不猜一樣 是TG你那個時間加 可以看到我5年前 6年前說的文章 是的 我都沒在上文章的 沒有 TG有5萬多人怎麼造假 不能 就像我發台積電檢訊 你能辦法造假嗎 不行 你為什麼要參加好會員 因為你可以避免那些老頭褲 每天騙你暫停班 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會員買到 我就是跟你講實在的 我就是預告行情 而且我這麼多人數 見證我郭忠奇蹟的時候 現在同業每個人看我節目 你怎麼知道5000人 就是有些同業 莫頭不疑愛的分析師看我節目 怎麼會恐怖 喊多就多 喊空就空 一定很多人在想這件事情 來 52,698人 我想是字字TG而已 來 最整的指標是什麼 哲哲點閱率 點閱率 好恐怖喔 今天下午怎樣 你幫我唸 好 我認為今天下午的直播 線上觀眾人數 很有可能直逼5000人 甚至是突破5000人 我先在文章中預告 下午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好恐怖 連這個都要見證 連這個都要預告 哲哲你會不會很變態很誇張 誇張 而且你不要說 哲哲那我就把它退出了 今天很多內容 你退出你會後悔 後悔喔 好 來 有沒有 暗號來了 對5000人就暗號來了 什麼暗號我不管 不說 對 雖然出掉 可是0687我們要出喔 對 0687B我們要出喔 會不會這次5000人一樣反指標 沒有啊 你不要套我話 甚至5000人是下 反正 反正這個 甚至5000人是很準 是下去的 我不要講那麼清楚 慘了 暗號來了 對 4567人 那越快 所以進開個5000人 你覺得很恐怖 一個分析室連現在直播人數都知道 今天大盤唯一展的是哲哲的觀看人數 來看一下這邊 今天大盤唯一展的觀看 跌的時候人數更多 我會把這算進去 我不是想說4500 要跌怎麼辦 我身體被我講對不對 有 好恐怖喔 這怎麼辦 好不好 趁亂告白 摳摳好正 趕快 按號來了 只是心理導師 真的啦 所以你現在要來找我 第一個 我會期等於妹妹送你 因為 你怎麼知道 我會哪一天心血來潮 今天突然大跌個800點 對 然後我今天就放低加碼 你不能等我加碼 你再加碼 你放低800點 你就跳空400點 你是少賺了1200點 沒有錯 所以你一定要先加入我會員 先加入我行店 第一時間聽我口令 你今天發現沒有口令 是不是他很多 你明明知道可能過熱了 我也暗示你 可是今天你手蠻假亂 因為你沒有郭子宏分析師 全台灣最紅分析師 粉絲人數 直播人數 訂閱人數 最多的分析師 我管是直播 線上5000人要看我節目 等我 他們就知道我整整遲到一下 常常遲到不好意思 可是甘之如矣 因為看我節目 就要買錶一樣 你買10支的爛手錶 你不能買一支好錶 是 為什麼 因為你就只有這個時間而已 你看了10個普通的分析師 你不如看哲哲的節目 你參加10個人的會員 或者是觀眾 你不如直接看我節目就好 所以我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畫面給我 一聲令下 所以你要趕快 因為我會記得送給你 而且你可以第一時間 上一次去年這個時候 你覺得去年AI是不是回檔 AI變BI 你覺得那一次我很準 記得 好恐怖 改天給你播重播 這一次比上次還出現更誇張 嚇到沒 然後上次也真的回檔 對 然後我等了兩個禮拜 我買的好漂亮 又上去了 是 這一次我有感覺 這一次我有感覺 好不好 暗號來了 誰叫你們現在來看我節目 來 4800了 恐怖 會超過5000了 不用擔心了好不好 見證奇蹟的時候 好恐怖 重點是你看我節目 你會看像連續劇一樣 來看這邊 為什麼像連續劇 因為我連什麼時候要崩盤 什麼時候直播人數要5000人 紅海200元我是半年前 不知道幾個月 三個月前有了 有 100多元突破200元 然後一堆人罵我 你沒有紅海就這樣講 然後呢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 我有紅海了 沒有 很多人斷章其餘我的話 人在座天台抗 我的訂閱人數三幾萬 我能造假嗎 我還真的不屑造假 我關台灣50 我關美債再加一加 寒布隆東 這一年多的時間 2000多萬 我在幹嘛 你要幹嘛 你怎麼會覺得我屑賺這種錢呢 如果要騙人才能賺錢 我寧願老子不幹 我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賺這種錢 我不屑 投資廟 4800 按讚一下 見證奇蹟的時候 現在3點10分 後來3點半到高潮 是啊 馬上 5千了 5千了啦 5千因為 你也不要說 我不要看超過5千 我不敢看的 你不看你會後悔 因為我很多秘密要跟你講 對 暗號來了 是不是 個股有沒有虧損 是不是 這個會員的再問我 好不好 不是會員的沒辦法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來 請問投資長 日本農林 你看我昨天有跟你講的 這個當然是利空嘛 可是利空 我覺得不影響到空 好不好 海運沒理由下跌 這個沒有辦法 海運我也出了 哈哈哈 所以你今天要看我節目 一定要看 我一定要先走 我問你啦 假設大盤真的回答4千點 對 你覺得有什麼股票可以活著 沒有股票 只有美債 可能只有美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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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美債出了 所以你今天不要退出這個直播人數 好不好 因為你看不到我秘密好不好 哲哲厲害 有沒有看到 暗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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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口號 今天口號就是沒有錯 就是暗號來了 哇真的喊了 今天口號來 暗號來了 什麼是暗號 誰叫你沒有每天看我節目 對啊 三千人都知道了 所以記得以後不要 暗號來了 暗號來了 哇 告暗號來了 耶 這隻好人 保你一生平安 五千人了 看一下來 直播直播 五千零三十五人了 一個分析師有這麼大的號召能力 重點是哪一天能五千人都知道 哪一天台灣股市穿最高點都知道 你跟我講誰跟我PK 我還真的不怕人就跟人家跟我PK了 暗號來了 暗號來了 暗號真的來了 真的來了 有沒有覺得看主題節目 比那八點檔連續劇還有感覺 還精彩 有沒有看到 暗號來了 天啊 很誇張 我直接盤中文章告訴你 今天直播人是五千人 多少分析師一集五千人 他都是開心偷笑 而且我們這五千人是實實在在的 暗號來了 什麼暗號 你會去自己看我節目嗎 我才不管你耶 基本上這五千人裡面應該四千多人都知道 暗號來了什麼 沒錯 暗號真的來了 所以我今天把他賣光光是不是對了 因為我已經知道下五千人 你不覺得哲哲的那種邏輯性好恐怖 還有預測性很恐怖 以後看哲哲人數K線圖就知道 對啊 我就可以說點閱率最準 你們就不相信 唉 這跟大家講 如果說我暗號來就出 我上禮拜就跟你講了 暗號來一半了 你現在 對啊 5500人有那麼快 就5200了 暗號來了就算了 5200了 很多是PTT的DK玩友 所以這個暗號特別來了 特別來了 上次那個 好像沒有那麼多耶 上次00940我臭豆腐吃人酸豆腐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來了暗號來了 趕快洗版 洗版 洗版 激動 不要緊張 這只會救你們 你暗號越多 你今天讓我越嗨 我到時候不是會員的我也給你多一點提醒 可是最多提醒你一定是會員 我打包票 今天好好玩 2號來了 我看到 下個暗號是什麼 不要這樣子我鋪這個也鋪了半年了 是啊 鋪好幾個月了 刷評數度比49%大戶刷還精彩快 對不對 趕快刷 趕快 好誇張 唉呀 會不會破6000人 6000人扯 6000人我告訴你 6000人 大暗號 超級 什麼叫超級大暗號 我已經暗示你了 嗯 危險 好不好 就這樣子好不好 Dangerous OK 明天手會包起來 他會拍桌子幾次 今天畫面都洗好快 我看到 好快喔 所以看我節目是不是 跟別人節目差很多 差太多了 今天5300啦 太扯了啦 一分鐘漲100 太扯了啦 殘動案怎麼看 不急 你先刷暗號來了 我等一下會秀我一些股票 好 好不好 OK 好玩 所以 賞物是最明顯的房子標 好不好 好 有時候太熱 太多人喜歡我 我也無人為力 你看喔 我連華爾街去拉動台積電 我都知道 其實現在華爾街的資金也過了 台灣的融資也過了 如果沒記錯的話 也是十幾年高點 都是過熱了 安好來 你看大家很開心 一生平安 五千多年 你看今天跳很快 有 7月還有新高點嗎 7月有沒有新高點 我說了算 暗號來了 基本上你是應該看 他要 怎麼 怎麼 回答 好不好 我不要講太清楚 好不好 自己看我以前重播 重點恐怖是 今天會創新高 直播人數會創新高 今天台灣股市會跌破2萬3 我在好幾個禮拜前 甚至幾個月前 告訴你 暗號要來了 對 然後我就要出新 我還提前在暗號要來的這一天 提早一兩天 提早幾天前 全部出掉股票 出掉獲利股票 我先前進入獲利股票 大家是買美在 你看今天很興奮 今天洗版外面很誇張好不好 精準分析 真的很精準 5500人 我看一下 這麼快的嗎 真的耶 5400 5439 ET為什麼5500 6000 6000就崩 6000 5000人就暗號來了 不要講那麼清楚 這樣不好玩 好不好 趕快 5439 上次ET 上次好像 我要吃豆腐 變成吃臭豆腐 好像沒有那麼多人 有5400嗎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對不對 好像沒有 只有5000 真的直播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美在會不會跟股票一樣下去 但是不會 你是說什麼 台灣的粉絲什麼影響美在 對啊 你要拜託一下 我頂多影響個幾十億 maybe 百億以上資金 你聽懂嗎 幾百億資金 有可能 因為很多有錢人 買美在可以動壓 他今天要降息了 就直接美在噴出去了 好不好 5500人 5497 5000就暗號來了 我不跟你講那麼多 有人說台股編導是投資長 台股編劇 所以我就畫線給台股走 沒錯沒錯 恐怖欸 恐怖欸 整整根本是台股編劇 有沒有看到 唉 所以我以前會講說 如果你看不清楚 我跟別的分析師是不同等級的 你在股票市場 一定是個loser 就算你賺錢一定是運氣好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的好不好 有些人在嘴巴 有些同業嘴巴說 郭子龍不怎麼樣 會怎麼樣 他們知道我就是跟人家不同 所以他們不會直接跟我PK 我是說真的好不好 所以台股的股價禁止比2.6 最後按號來 我能就幾個就接著幾個 所以我們按號來拜託最後10秒 趕快洗畫面 能幫幾個是幾個 能笑幾個是幾個 你不行按號來很棒嗎 因為有些新來的粉絲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是按號 你們不要霸凌我啊 我5497是我有錢嗎 好不好 趕快沒有這個沒有意義 來 最後給你3秒 這則是神 摺神好不好 來 最後3秒了 整個畫線給大環抖 4000 4300就暗示你了 而且對你是很恐怖喔 我上禮拜還跟你講 有一集跟你講說 4000到4300 對 禮拜四秒對不對 就這4300人 最高人數4298人 你沒講 然後禮拜五跟你講說 大概4300 4400 真的大概4400多人 沒錯 然後今天跟你講5000人 我連直播人數全部都畫給你看 對很恐怖耶 只是按號很恐怖喔 來來好 不是準是神準 神準 好不好真的很準 買房的錢拿去買美債 可以啊 可是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你的錢多少 我不知道美債多少 好不好 那 就你嫌房地產貴 你可以買美債 因為如果萬一哪一天 真的瘋盤 可能這種大瘋盤 你美債可以賺50% 那時候房價會跌 你可以跌個230% 一來一晚你可能差兩倍的價錢 你懂我意思嗎 按號來了 5593 不要再看了啦 5600人啊 哇 5600 我跟你講喔 我以前說過 那個就是大碟要打個折 今天就要打個折 打個9折啦 打9折 9545 9654也是5千人啊 也是5千人 對不對 所以沒話說了 按號真的來了 好不好 你看你們 整個根本花花街出身 真的啊 你們覺得看我節目有成就感 真的沒有人像我這樣 所以終於知道我當分析是 不只是為了錢 是為了成就感 我如果在股市要賺個幾千萬 可是你們不覺得我很屌 我很厲害 我也沒什麼成就感 可是你們覺得整整真的很厲害 我就感覺開心 好不好 5566不能玩 沒有超過5566 早就超過 整整不是說會過錢高 怎麼10%就走 這種人講話就有點討厭了 我是不是說 我整整哪有說偽船過錢高 我哪有說 我哪有說偽船已經過錢高 後來現行下來了 這個亂講話 所以這個就是怎麼樣 重點就是 就是屬於那種 4500人才看我節目的人 我跟你講說沒錯吧 看我節目 這個把它加封鎖啦 為什麼 因為直播人數 這些大部分都三四千人吧 對 今天就來了一些新的人 為什麼 別人才看我節目 然後抱怨 所以你要看整整的節目 所以這些人我從頭到尾 我都告訴你 暗號來什麼意思 對 你賠錢不關我的事情 好不好 我只對我會員負責任 我只對我愛我的粉絲 尤其是我會員 好不好 今天六千怎麼辦 六千真的不行 六千很恐怖 真的不行 不要再講那麼清楚 我不想要幫那些 今天來看我節目的人 對啊 走得太紅了 5783 你們不要PTTD卡全部哪裡 5800 哇 不行 我跟你講我直接告訴你 上次五千多人是多少 也沒這次那麼多 那整隻越來越紅有差啦 是是是 來長陽 萬海啦 好 上一次啦 嗯 在這邊我直播人數都五千多人 是 從多少 352跌多少 跌到150 那時候每天直播人數五千人 所以我這是抓緊的 我說整整不二過不三過 對 是不是這次在五千多人 不管了啦 是不是那時候每一集五千多人 大家都喜歡我翻多 不是 救紅海 我說我們要救 這麼一艘船就只能救部分 是 我的船容納程度 大概就直播人數三千到四千人 嗯 超過四千人 超窄了 台股會跌 你們不相信 欸我鋪這梗鋪了幾個月 鋪了一兩年 鋪了一兩年 不只這個五千五 接五千八 破折折直播人數紀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對 有大事要發生了啦 轉折之神啦 六千跳樓了啦 暗號來了 折神救台股 因為你有看我節目 因為只有六千人 直播人數看我節目 只有我節目只有十幾萬人 還有幾百萬粉絲 還有幾百萬的觀眾 還有幾百萬的傻戶 不一定看我的節目 好不好 救大家了 五九三零喔 真的假的 我真的沒有那麼多個人過啦 我有點緊張 真的耶 我也沒想過 怎麼辦 怎麼辦 我要想一下 超過我數字 我剛才不是說今天五千以上嗎 對啊 可是我沒有想過五千九百三十人 你就怎麼辦 怎麼辦 我先休息一下 我要想一個最新數字 好不好 還是要休息嗎 還是不要 想一下 緩和一下 緩和一下 緩和一下好不好 我想一下 因為這個數字我沒有想過 等一下中場休息 我告訴你這五千九百三十人 直播人數 創折折 有史以來直播人數最高的 而且台灣歷史上 從來沒有一個分析師 一個直播節目五千九百多人 那今天點閱率應該 應該要二十萬以上了 那怎麼辦 我等一下休息一下 告訴你很多股票 我哪些股票出掉了 那這些六千人 到底暗號來暗是什麼 我只能講大概意思 我叫你們看我節目 可是 到底怎麼辦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絕對不要走 因為你走了 你會後悔的一切 投資長的直播人數 是最準的指標 今天的直播人數來到了 快要六千人了 我真的都驚呆了 這個後續到底該怎麼看呢 請投資長 好投票票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密一下 密一下 好再密一下 五九五 只差五十五個人 就我我 是不是 五九五四 現在密一下 現在最高有多少人 六千的 欸 剛剛 五九五四 五九五四 基本上就算六千人了 剛剛應該有瞬間六千人是不是 是不是有 有的跟我講一聲 你要告白 直播人數超出預期 真的超我預期 越是這樣那越有點危險 好不好 又有點危險 好不好 這更大 我的股票指數都跑到 哲哲觀看了什麼意思 不懂 廣告更新了 希望裡面哲哲也更新一下 比較帥 之前比較胖一點 謝謝 今天破止的直播人數 對 5900多人 只有1500 19個按讚 不行啊 好不好 感動眼睛狠的 到底往天堂 直播人超出預期 不行啊 太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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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人沒錯 五九五五人 來來看一下 五九六四人 好啦我先把一些股票 我出掉了跟你講好不好 好 如果出掉你自己參考 等一下 哲哲我跟你講 我只能說暗號來了 我再講一件事 基本上今天三個指標我都準 我不是事前 我不是事後獎 不是我事前獎 對 台股有沒有上133 有 要回檔 真的回檔了 200有沒有上 有 而且這個講好幾個月 台積電上1000或950 我還告訴你1000 1000可能不一定到 沒關係 因為我講出口以後大家會緊張 沒錯 也真的有影響你跌破950 你看今天跌破950 他一直下殺 收最低 有人說夜盤早上去 那不重要 現在夜盤你什麼時候看到 逆價差那麼大 沒有 今天大盤你自己看一下 夜盤 現在長23點 22778 現在收盤是22813 台股 你還大概 就算早上去你還逆價差30點 有點怪怪的 但是我看是不是有些除全息關係 沒關係我要去參考 好不好 只是問題是大部分 以前不會逆價差這麼大 都正價差幾十點 甚至300點 就是期貨比台股多100點 現在是期貨比台股弱一點點 那有沒有含除全息的點數 的因素 我再看一下好不好 分析師要考慮很多 來來 台積電我出了 出了 台積電出了 我問一件事情 台積電出了代表不會散1000元 好問題會散 可是問題是 你要他眼看他樓起 眼看他樓下 如果你981沒有賣 最後來到891 然後791 然後691 然後691 怎麼辦 981沒有出現 或來到681 你足足差300元 對啊 差300元然後再回到1000元 一來一晚差700元 台積電差700元就100%了 那你是不是應該加入整個會員 是 現在其實基本上你的股票 人賣基本上你都在賺錢 台積電你跟我照做 你怎麼會賠錢 你不要說了啦 是不是 這就是我講的 人氣我取 人取我餘 我要跟你開玩笑說 人氣我取 我說不要亂取 人氣我取 你要我就給你 過熱了 沒有人像我這樣 我跟你講 所以人就是很好玩 其實每個經濟人都知道這件事 怎麼不知道過熱呢 對啊 台股的股價禁止比 我做的字卡比較漂亮 好漂亮喔 來 台股股價禁止比 有沒有看到 有 今年對不對 2024年他2.5 可是我後來說 為什麼我禮拜五還跟你講 不是2.5 2.6 那你有沒有覺得可能很多人看我節目更恐怖 1T如果6000人跟我講一下 我再回去看直播 超過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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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啦 嚇嚇耶 6137 見證台灣股市歷史 No.1的分析師 你們請任何分析師說直播人數也不會像哲哲那麼誇張 我已經打破我人生紀錄了 這就是為什麼 我要當分析師 我好開心每天有不一樣的紀錄可以突破 有 一個直播6000多 大家等我live節目懂不懂 守在網路面前 大家很多人在工作 我知道你們現在很多工程師 去廁所偷看我節目對不對 戴著AirPods 真的很怕 這個太多人了 然後6000多人 6203人代表每一集 這一集基本上會突破10幾 甚至20萬人 你看到任何那個財經節目有贏我的 哪個分析師節目贏的 一個都沒有 你要同樣的資金 你不選第一名的 重點恐怖是台股我畫線給大盤走 那這些6000多人 我只能講暗號來了 誰叫你們 對不對 6203 漂亮 這些小白 你看姊姊節目 台子一空起來 台子一空起來 這個我就不能講 因為這個空他有可能下跌過程 有時候彈起來時髦跳很快 所以你要再唱我 找我韓烈 6203太多了啦 對 太多了啦 看著真是我大哥有沒有 有點嗨 有沒有 月底不能離職 我就暗示你 說比他公司 我還說某個有人離職 我就因為賺太多了 我就說有時候 我看太 我說他們的人生實在看很短 我都不想講 我對於 相信我的人我就講多一點話 我常常是跟你這樣講 沒錯 不相信我的人我都不想浪費時間 不是浪費 我是說真的 因為 你如果 知道什麼是股市 你絕對會把我當成每一句話 當成每一句話當成圣經來講 你就知道我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好不好 6,290人在廁所偷看 果然 看值得節目淘櫃姐有幫助你 我剛才說台灣我只先出一半 好不好 廁所滿了 客滿了啦 月底加入指責會員 OK 我自己現在加入 為什麼你現在加入比較好 要卡位啊 因為現在加入跟月底加入 都送你會期啊 對啊 你假設我7月5號開始正式買 假設啦 你月底加入 那問題是有可能我這幾天 如果不小心這幾天突然跌個2000點 我就進場怎麼辦 對 你反而買不到最低點 是不是 是 常常還買反應海棋嗎 有可能 我跟你講我現在怕是 他萬一跌3000點 跌4000點 那他可能海棋 他可能運價有上去 你知道嗎 你看今天直播人數好多 好多很high 今天直 6,427人很恐怖 哇嘞 今天便秘了 都去廁所偷看我節目 哲帥太聰明了 上班偷看聰明有沒有 連這個都被你猜到 被你猜到了 可可可 哎呀你也在看整個節目 不要吵啦 都AirPods 真的有點誇張 對啊很誇張 當然過熱啊 好暗號來了 不知道什麼暗號 不要自己回去看我之前的節目 好不好 會破7000人 哎這7000人是直播人數 你們不顧一切看我的節目 你們跟我high不high 你們清楚 你們清醒一下好不好 清醒一下 我為什麼清醒一下 我問一件事情 你們去看一件事情 股市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丟我減 為什麼說清醒一下 至少現在紅海還有200元 我問你啊 紅海100元到200元這一階段 到底有改了多少改變 就GP200要出貨 就這樣 然後就兩倍 對 他佔的營收佔比 又不像廣達那麼準 那你就兩倍 我講一句難聽的話 你佔一倍 就算回答30%也很正常 我賺100% 然後回答30%還好吧 可以 那如果30%你可能回答了 160、170 那你為什麼不早點 你為什麼不見好就收 是不是 股市有漲點 那有沒有可能後年300 有可能啊 就像我講的台積利 有沒有可能1000 那有沒有可能981 直接跌到681 有可能 先跌300元 戰場400元 700元你為什麼不賺 所以你一定要加入我會員 我連直播人數都知道 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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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下 起雞皮疙瘩 今天中午文章 突破5000人 是 見證奇蹟 剛才多少 6000幾 6200元 我都起雞皮疙瘩了啦 我還沒想到那麼多人 今天下午的直播 這個TG能騙人嗎 你看那時候 那時候1點23分 我的文章嘛對不對 對 還沒收盤喔 代表大事要發生 看我節目 公司廁所客滿的 有沒有好強 預測5000人以上 好強 之前沒有5000人過 我說這幾個月 今天6500 6500了 6500打8折啦 我以前說要打8折嘛 打9折也有打8折 因為能多嘛 有 8、6、4、8 8、8、5、8 8、6、4、8 5千2 打8折也有突破5000 所以這個毫不猶豫 暗號來了 真的暗號來了 這個不用考慮了 好不好 打8折 而且我從來沒有6500過啊 沒有 而且今天才這樣子而已耶 其實你們要冷靜 融資餘兒也是 創一個這幾年的高點 的確熱 熱回膽就好了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熱 你就熱的讓他回膽 冷靜一下 看當我們在逢低吃辣豆腐多好 是不是 冷卻一下 是不是 今天一堆人看我節目啦 好不好 所以 你冷靜一下 鴻海漲了100塊 都不回膽 你們拿來自信 覺得會300元 所以我說鴻海 300元管達什麼 鴻海300元管達400元 我問你姐 要做夢 平白無辜 一堆人現在買房買車 唉 我跟你講 現好就收 沒什麼不好 回膽 AI可能再噴出去 好不好 美股也很多指標 散戶太看好了 都一樣 我都看很多指標 這個重點是恐怖 是一個分析師 很少就講有沒有 這三件事裡面也成立回檔 成立 成立了 真的成立了 真的回檔了 很恐怖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而且我要看一下股價金質比 來看一下 以前這個禮拜我沒看 所以這樣真的可以跟網路泡沫比 因為除了網路泡沫以外 從來沒有股價金質比高到2.6 對 連2008年金螺海下有沒有看到 有 那時候股價金質比最高來到2.4 2.4 2.4 現在股價金質比多少 2.6 這是2.5 是5月份喔 這個多月又漲了1000多點 1000幾啊 1000幾啊 1000幾的印象 我們看一下 沒關係你不知道是不是 印象有沒有 不要怕不敢回答 來我們看一下 多少 我們看月線 上週是800 單週 1639 1600 而且還扣掉這幾天的回檔 500點 所以足足攢2000點 所以我在攢2000點的時候 我在23406的時候 怎麼樣 告訴你 台股高點高 你看喔 上個月 怎麼樣 收在2100 2100還告訴你股價金質比2.4多 嗯 2.4就很高 可是現在2.6 你至少要回檔到2.5以下吧 對 折折AI會賺很多錢 可是問題是你把以後的 就算 今天台積電 我在20倍的獲利 嗯 我股價金質比還是 還是2.2 2.1以上 嗯 你懂我意思嗎 嗯 你懂我意思嗎 我這簡直是 你不懂這些數學沒關係 他已經把未來的獲利都穿進去了 那除非台積電能獲利 不只要一級跳 要二級跳 三級跳 四級跳才行欸 那為什麼不趁這時候冷靜一點 嗯 台積電漲這樣子 鴻海漲這樣子 管他漲這樣子 Calm down Calm down Calm down 從來沒有過2.6 啊你說 有沒有可能像2000年一樣 OK啊 那我跟你講 兩千年到三更大的泡沫 那盡量不要 那這個泡沫戳一下 冷靜一下 再噴出去有什麼不好 我不是說台灣股市不會上2萬3 2萬 只是 現在短期的指標 各的指標過了 我不用一般技術分析 用一般技術分析 拜託你去重慶南路買技術分析的課 好不好 你去找那些網紅 那個什麼APP啊 今天跌下去以後 他告訴你APP都OK 你知道為什麼 所有的一些網紅 財經網紅 只敢賣APP 只敢賣軟體 你知道嗎 他在逃避法規 你叫他介紹股票 一檔都不敢講 因為投信投股法規 告訴我們 我只有分析師可以收錢 而且給你建議 其實他們那些賣軟體也是違法的 盡量去檢舉 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 法規上 你去找法院判決系統 很多可以 歡迎去檢舉 我就不懂 跟你說是股神 然後連分析師也不敢考 你覺得合理嗎 然後稅也不繳 我們就被主管機關釘 是不是 我有時候講個話 我明思想要為賞戶 好耶 有些人說 哲哲怎麼樣 也是亂檢舉不檢舉 幸好我還做的 新的證做的職 新的職做的證 這跟大家講 所以不要去相信那些網工 連分析師沒考上的 有什麼要講的 我用20年的數據告訴你 因為股價到最後都是基本面 2.6倍的股價禁止比 從來沒有過 你要到網路泡沫 網路泡沫很恐怖耶 從10000 從10000跌到3400 是打三折 打三折等於現在 23000跌到6900 你要嗎 我不要 所以他下去是好的 怎麼下去你要來找我好不好 好 今天看到直播人數的跨跌 多少 6524 6666 6666 6月真的666 6月份66大順 連直播人數也66大順 是不是 投資網路泡沫 都馬4 同一批換的再換 他們都培訓人了 我不想哪一家公司 因為我不想跟人家得罪人 你會看到3的 怎麼 怎麼啊 這跟大家講好不好 如果只看技術分析 隔壁阿比也能賺錢 本來就是 也能賺錢 現在幾分 四叔 這沒講股票 不要看直播人數了 真的真的要講一下股票 我要講一下我出哪些股票好不好 好 您看一下 賺33% 四叔我趕快 我先講我算了一些除掉 有些被套的股票 我就沒有一定出了 因為有些回檔很深的 我自然就沒檔案出了 你知道嗎 因為可能台股 就算回檔三四千點 他回檔比較深的股票 他不會跌那麼兇 因為有些同仁 不一定能接受賠錢 會員朋友們不一定能接受賠錢 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不會告訴你 每一檔股票都賺錢 可是有賺錢的 我有盡量出了 我講話很實在 沒有人向我發線給大盤走 精彩賺33% 3374精彩 好 阿哲哲精彩會上去 當然都有可能 你講這 還用不上去 可是我就是不看好大盤 這覆巢之下玩軟 你現在看的分析師 還是可以表演暫停版 那個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再疊下去都一樣 你看他怎麼表演 那沒有意義啊 我都知道 所以我才堅持 我一定要解大盤 再解個股 這是我覺得 我良心該做的事 但是每個人認同不重要 因為疊下去 你就知道什麼是 什麼是對的事情 好不好 精彩我上去賺33%走了 好不好 還有什麼 中華賺25%走 是 好不好 還有新日新賺17%走 走了 好不好 元泰賺17%走 走了 真的是 還有永信健賺13%走 走 農造 農造 還有什麼股票 台積電也走了 也走了 還有偉賺賺10% 是最多 解很清楚 年電賺大概10% 年電也放了年久 年電很績小算丟臉 可是我得走 所以我那天不是暗示你嗎 全資股出了年電很尷尬 因為看起來就要突破了 對 可是我不管 新天幸好 直播人數6600 打8折也沒有用 也是5000人 沒錯 所以我的決定是對的啦 暗號來了啦 來了 不知道什麼暗號沒關係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啦 今天順便跟你講秘密啦 好不好 好啊 再講一段股票 今天沒時間講的 台進 小吃樂園可以儲勤 台進就是我正成功 不用問了 不要說有時候我蓋牌股沒時間 我蓋牌股也順便講 小貨利走掉 因為要把儲勤賺進去 好不好 我都講很清楚了 好不好 那個貨櫃韓也出了 他一些股票 租房不及備載 明天再說 哈哈哈哈 今天直播人數已經告訴你了 好不好 該走就走 沒有走也沒有關係 那哲哲 我自願不想走 我也想加碼 你告訴我怎麼說 什麼時間加碼 那OK fine 來找我 080168085 加我LINE 我只問一件事情 直播人數6600 6647人 你去看哪個人那麼多 哪個人訂閱人數像我這麼多 哪個人實際訂閱人數多就算了 哪個人實際觀看率有我多 哪個人分析師可以一集二三十萬人看 哪個分析師有號召力 哪個分析師跟你講說 1000元台積電要賣掉 可是當我說出這句話 我要暗示你 可能不會來了 我是不是講 太多人看我節目了 他會明天開始賣 再把他賣下來 我也不想這樣 我不殺柏仁 柏仁因為我 能怎麼辦 你要找一個有影響力的分析師 重點是全部花線給大盤總 真的 直播人數你看喔 連續三集 4100到4300人禮拜四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禮拜二告訴你 4400人以上 今天告訴你 5000人以上 我還說 大跌直播人數要打個折 打八折也是5000人 對 太恐怖了 重點是 23000點告訴你要賣掉股票 從來沒叫你賣台灣50 而且重點是 這不是我只會做空 我還在什麼 我還在大盤在這邊的時候 這邊奇場點的時候 這一天當然就是CPI公佈的時候 這邊剛好CPI公佈的時候 有沒有 告訴你要開始噴出去 然後這邊告訴你最快點走掉 沒錯 這一波我都沒有 今年以來 我都沒有大多多出新 我比去年出新的還大力 在那一次AI變BI的股票 跌一大堆股票的時候 率先出新 這次我出的更漂亮 所以同時沒有 現在蕙琦等於免費送你了 你先加入 我參加的時候 哪一天進場的時候 我補會期給你 你趕快來電修行 08066885 加我LINE 私訊我 告訴我你的需求 因為今天直播人數 6500 6600 都破我人生的紀錄 也破台股任何分析師 一個分析師都不可能 有直播人數6000人 不要說6000人 2000人就算很恐怖 就算超級大分析師 你要找就找最紅的分析師 一切一切 預告到前面 看我直播人數多少人 看我聊天室 多少人讚嘆我 這就是奇蹟的產生 不論對我錯 一切一切 一關前面 歡迎各位來掌握 史上最大的行情 如果下去又散來 那可能是七八千點的行情 我一定要幫你賺大錢 謝謝各位 投資長真的是轉折之神 今天一口氣 或賣出了十字機當股票 接下來即將進場什麼股票呢 你要趕快卡位喔 電話趕快撥打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跟著我們一起賺一波更大的 我們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小組A178 Telegram私人帳號小組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就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